看看新闻网 目前在通往哥勒山镇的路上 时常可见警车组成的车队 沿山公路两侧的树林中 每隔几十米就有三四名警员把守 运送水和食物的后勤车辆则停在路边 包括哥勒山森林公园在内的 哥勒山山林地区已禁止外来人员入内 而哥勒山山脚下的渣子洞 白宫馆等红色景区附近 也有警方设卡抽查过往车辆 但由于哥勒山主要是喀斯特地貌 山高林密 搜寻难度较大 据了解8月10号 在银行杀人抢劫后的嫌犯周克华 乘坐摩迪来到沙平坝区新桥正街后 顺着一条小道踏上了铁路 当时铁路民警朱彦超正在进行常规执勤 见其刑际可疑 便上千盘问 结果遭其射杀 腹部中担 当天下午一点半左右 其遗体在铁路旁的树林中被发现 上海电视台综合报道